对十方世界的过去 现在 未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动若观火 了解得十分透彻 如果这个理想达不到的话 那么 我就绝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 所有往生我佛国的众生 他们 都能够知晓 到千千万万亿个 佛世界中 一切众生 心中所想之事 如果不能够这样 那么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 所有往生我佛国的众生 他们 都能够在一念之间 随心所想 随意遨游一万万个佛国 供养那些佛国中的佛陀 如果不能够这样 那么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我做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 所有往生我佛国的众生 他们 都能够远离一切分别之心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这六根 绝对清净 断除了一切烦恼 和忧患 假若他们中 还有不愿意肃力 要成佛的理想 正得大涅槃境界者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我身体放射出的无量光明 照遍十方 胜过其他任何诸佛的光明 而且 还比太阳和月亮光明 更明亮千万亿倍 如果众生见到我的光明 或者受到我的光明的照射 没有一个不关心鼓舞的 他们 都能够心生慈悲 广作一切善事 来到我的佛国 如果不能这样 那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寿命无限久远 国中有数不清的出家弟子和天人 而且他们的寿命 也无限久远 就算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 都正得圆绝广位 历经百千节 也无法知晓我佛国中那些出家弟子和天人的数量 如果不能够这样 那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时 如果十方世界的无数佛国中之诸佛 不共同称赞我的名号 赞叹我的佛国功德 庄严殊胜者 那我就不成佛 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 听到我的名号 就跪起至成无上的深信不疑和接受 并十分乐意往生到我的世界 于是就把自己所中的一切善根 以清净诚恳的心 念念相续 回向到往生极乐国土 所念佛号 哪怕是临终的十念 都可以得到往生 此愿若不成就 我不成佛 但这不包括那些 反杀害父母 杀害阿罗汉 破坏佛法僧三宝形象 毁坏佛像佛经 这忤逆大罪的众生 以及诽谤佛法的人 我做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的众生 听到我的名号 发菩提之心 积功累得奉行不失 持戒忍辱 精进 禅定 和智慧 这六种菩萨道的修为 严格要求自己 并将所有善根 回向到 发愿往生到我国 这些众生 一心一意 念诵我的名号 昼夜不断 灵寿中时 我将与各位菩萨 亲自去迎接他 往生到我国 眨眼间 集到我的佛国净土 成为在成佛路上 永不退转的菩萨 如果这个誓愿不能实现的话 那么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的众生听到我的名号 一心细念我的佛国 发愿要成就佛道 并将这意愿坚固不退 广为培植各种善缘和福德 将这些功德 将这些功德 一心一意 回向 要往生到我国 没有不能随愿的 如果有些众生 过去造有恶业 听到我的名号 及时忏悔 为无上道 尽力行善 对佛开示的经典和戒律 依教奉行 发愿要生到我国 命中之后 再也不会再堕入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之中 即使往生到 我的佛国净土 如果这个誓愿不能达到 那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在我的国土中 没有妇女 若有女人听到我的名号 心中清静 发菩提心 愿患女生 发愿要生到我国 命中之后 即刻转化为男子 生到我国 十方世界 所有往生到 我佛国的众生 都在那七宝石莲花中 华生 如果这个誓愿不能达到 那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十方众生中 凡听到我名号 生出关系 幸乐之心的人 顶礼归一于我 以虔诚 清静之心 按照菩萨的慈悲 喜舍和布施 忍辱 持戒 精静 禅定 智慧 自决绝他 来严格要求自己 得到了天神 以及世人的尊敬 在他们 受终之后 变生到尊贵之家 身体健康 实实情修 断淫无欲 清静殊胜之心 如果这个誓愿 达不到的话 那么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在我的国土之中 不会有不善这一概念 所有往生在我国土中的人 想法和目标高度一致 常常处于 禅定之中 永离身心燥热 胡思乱想之苦恼 享受 清静无忧 不值不着之心境 他们体会到的快乐 就好像修行达道 断尽一切烦恼的阿罗汉一样 如果他们之中 还有人仍然能够想念 贪执这身体而烦恼的话 那么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往生到我佛国的所有众生 都有无量善根 都能有强健的体魄 像天界中的金刚纳 罗延伸天人一样 头部皆有光明照耀 成就一切智慧 辩才无碍 善于宣说诸多佛法的奥妙今生之礼 在他们讲经说法之时 深如红中 如果这个誓愿不能达到的话 那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往生我佛国的所有众生 他们最终都会达到这一生 就可成就佛位 除非他本人自愿 以普度众生为己任 法大愿教化一切众生 使他们蒙发对佛法僧的信仰之心 以普贤菩萨为榜样 而修习菩萨行 虽然身属他方世界 但他们永远不会在恶道之中沉沦 他们或是乐于说法 或是乐于听法 或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 随心所欲地揪习任何法门 都能够获得圆满成功 如果这个誓愿不能达到的话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往生到我佛国的所有众生 所需要的各种饮食 衣服 以及其他种种工具 只要他们能想到的 随着意念的出现 立刻就会呈现在他们面前 对十方诸佛的供养 他们的一念之间就可完成 如果这个誓愿不能达到的话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在我佛国中的万物都庄严清洁 光艳明丽 释样 色彩 各不相同 奇特无比 他们的美妙之处 难以描述 虽然我国之中的众生 都具有无所不见的天眼神通 但如果他们之中 有能够说出那些器物的形状 色彩 光泽 以及他们的名称 或将他们做总的概括 来加以论说者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在我的佛国中 有数不清的大树 那些树高达上百 或上千尤训 在道场之中的树 高四百万点 在我佛国的菩萨中 虽有一些悟性较差者 也能了知 要想亲眼目睹 其他诸佛的佛国净土 在这些宝树当中 便可见到 就像人们用镜子 观照自身的面貌一样 如果这个誓愿 不能达到的话 那么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我所居住的佛国 广阔无垠 庄严清静 光洁金银 宛如一面明镜 将十方世界 无穷无尽 不可言说的诸佛国净土 在我的国土中 下至地表 上自虚空 宫殿楼关 河流水池 花草树木 都是用 无数的宝箱 来合成的 它们的香气 能够散发到 十方世界之中 众生 闻到这种奇特的香气 也都修行佛道 如果这个誓愿 达不到的话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十方佛国之中的菩萨众 听闻我的名号之后 都会立即证得 清静解脱仆等三昧 知晓诸多 甚深总持法门 使心安住于 不散乱的三摩地境界之中 直到成就佛位 在这种禅定状态之中 依然能够供养 无边无数诸佛 禅定中的心念 依然不会散乱 如果这个誓愿 达不到的话 我就不成佛 我做佛的时候 他方世界之中的诸位菩萨 听闻我的名号之后 便能证得脱离生死之大法 获得陀罗尼神咒 清静欢喜 进入无差别的境界 潜修菩萨行 具足一切佛果 所需之功德 如果这些菩萨 没有获得 英祥忍 柔顺忍 和无身法忍 等三忍而悟道 在修成佛道的过程中 不能使这些菩萨们 实现无退转 而成正觉的功夫 那么 我就不成佛 释迦牟尼如来 接着告诉阿南 那时 法葬比丘 讲完了他的誓愿之后 就做了一段祭颂 来总结他的誓愿 我见超市智 必至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绝 父为大施主 普济诸穷苦 令笔诸群生 长夜无忧闹 出生众善根 成就菩提果 我若成正觉 历明无量寿 众生闻此好 聚来我差中 如佛精色身 妙相西圆满 亦宜大悲心 利益诸群品 离欲身正面 尽贵修饭行 愿我智慧光 普照十方畅 消除三构明 铭记众恶难 西蛇三土苦 灭诸烦恼爱 开笔智慧眼 获得光明声 必在诸恶道 通达善巨门 为众开法葬 广师公得宝 如佛无碍智 所行慈敏行 常作天人诗 得为三界雄 说法狮子侯 广度诸有情 圆满 西所愿 一切皆成佛 思愿若克国 大千应感动 虚空诸天神 当于真妙华 法葬比丘 最后送完这首祭之后 当时的大地 开始震动起来 出现了动 齐 勇 震 猴 绝 六种现象 天空中 纷纷扬扬地 飘下了无数美妙的花瓣 散落在法藏比丘的身上 空中响起了悠扬的音乐 自然出声赞叹法藏比丘 必定会功德圆满 成就佛位 阿难啊 那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 以及那些在场的天人大众面前 发出了如此宏大的志向 于是安住在真实智慧之中 勇猛无所畏惧 精静修持 一心一意 庄严自己的静妙国土 经过多节的激功累得 所修成的佛国 开通无碍 广大无边 殊胜超众 微妙无比 安然建立 永结常然 永无任何摔坏一变 在无量节的修行中 积极培植各种德行 心中不几贪嗔痴等欲望 不执着于色声香味 触法等感受 只是专心致志意念过去 诸佛所修行的所有善根 行既既进行 远离一切虚妄 依照第一异地的门路 来培持众德的根本 不须计较一切苦难 少欲知足 专求一切善法 利益一切众生 对自己的志愿 知之不倦地追求 对于世间一切恶缘 能忍 能受 对于所有众生 常怀慈悲 和颜悦色 劝欲鼓励 恭敬佛法僧三宝 尊师众教 没有虚伪之心 庄严规范 自己的一切行为 观察万事万物 如梦如幻 三昧尝寂 善护口业 不讥笑他人的过错 善护深业 对佛制定的戒律 不折不扣的贯彻 和执行 善护异业 心尽无染 对自己所在之处的 国家 城市 村落 六轻眷属 都不染拙 持之以恒 将布施 忍辱 持戒 精进 禅定 和智慧 这六度之菩萨行 教化 安利众生 安住于 臣佛之道 由于这些善根 发动的缘故 法藏 比丘 无论在哪里 转世 数不清的宝藏 也随之 发印 他有时候 转世为 名门望族的子孙 有时候 又转世成为 大国之王 有时候 又成为 六玉天的天主 有时候 又转世成为 大范天王 遇到 诸佛出世 尊重供养 从来 就不会间断 如此殊胜的功德 说不可敬 身体和口中 常常散发出 不可思议的 沾痰和幽不罗花香味 那些香味 在无量无边的世界中 都能够闻到 不管它在哪里转世 色相 都是十分端正 庄严 只有佛才具备的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法藏比丘 生生世世 如影随形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一切宝物 都会在手中 自然而然呈现 法藏比丘 都把这些宝物 都拿来 正己事 力乐一切 有情众生 也由于 这些因缘 让当时的人天 等众生 都发出 要成就佛道的 无上之心 释迦牟尼如来 接着告诉阿难 那法藏比丘 修菩萨行 所积极的功德 无量无边 在一切有为 和无为法中 得到真正的大自责 用言语 是无法说清楚 法藏比丘的理想 最终都得以实现 功德 终于圆满 四十八大院 终于得以成就 清静庄严佛国 终于圆满达成 阿难听到这里 不禁问道 世尊 世尊 那法藏比丘 成就了无上佛国 他是过去佛呢 还是现在佛 还是尚未成就的 未来佛 或者是其他世界的 现在佛呢 佛说道 佛用灵如来 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 无生无灭 并非是过去 现在 未来之类的 时间概念 所能表述的 但以 自己的愿力 广度众生 如今 在我们现出的 娑婆世界的西方 过十万亿个 佛世界的极乐世界 法藏比丘 成佛以后 佛号 阿弥陀 自他 成佛以来 娑婆世界 已经过了十节了 现在 那无比庄严的 极乐世界里 被无量无边的菩萨 和出家弟子 恭敬围绕 讲经说法 释迦牟尼 如来 说到此处 阿蛇世王的儿子 与五百多位 长者的儿子 不禁欢欣鼓舞 皆大欢喜 各时一副黄金 打造的华盖 来到佛的面前 将华盖 供养给世尊 顶礼完毕之后 就坐在一旁 听世尊 讲经说法 各自 都在心中 发起誓愿 如果有一天 我们也成了佛 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如来 立即知道了 他们心中所想之事 便对比丘们说道 王子 以及这五百位 长者子 以后都将成佛 他们在无数节以来 总共供养四百亿尊俸 在家业佛时代 他们都是我的弟子 现在又供养我 再度相逢了 当时会上一万两千大比丘 听佛所说 没有一个人 不替阿蛇王子等五百多人 感到由衷的高兴 释迦牟尼如来 又告诉阿难 那极乐世界 是无量无边的 风格积聚而成 应有的庄严出圣 都全部具备 那里没有生苦 劳苦 病苦 死苦 爱别离苦 愿赠贵苦 求不得苦 五应至圣苦 等八苦相逼 永远也都没有任何灾难发生 永远都没有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和一切魔障的阻挠 甚至连这些名称 在那里都没有听说过 没有春夏秋冬的交替 和寒冷炎热雨季的存在 没有江湖河海 秋林坑坎 丘林坑坎 荆吉沙厘 也没有铁围山 须弥山、须弥山等土石所成的种种高山峻里。 那宽广平整的大地一放无银, 那大地都是以金、银、琉璃、水晶、琥珀、美玉、玛瑙 这七宝组合而成,微妙其利,清静庄严,超过宇宙中任何一个佛世界。 阿难听到这里十分不解,便问释迦牟尼如来道:"师尊,如果极乐世界之中没有虚弥山, 那么四天王天以及刀利天这些天神又居住在哪里呢?" 佛反问阿难道:"你说说,我们现出的娑婆世界中的那夜魔天、 兜律天以及色界、无色界这一切诸天, 他们是依靠什么地方居住的呢?" 阿难回答说:"他们是靠不可思议的业力而居住的。 佛告诉阿难:"佛告诉阿难:"不可思议的业力,你知道多少呢? 你自身因过去所行的善恶果报不可思议。 众生的业报不可思议。 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 诸佛神力、诸佛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功德善力很是深厚的。 又有阿弥陀佛的无关神力。 而不需要虚弥山之类, 极乐世界中的诸天神也能安影居住在那里。 阿难说:"阿难说道:"也因果报不可思议。 我对此没有任何疑惑。 只是为了将来一切众生能够破除这种疑虑的束缚, 明白其中的奥妙。 才会向您提出这个疑问。 佛又告诉阿难:"阿弥陀佛的神微光明是至尊第一的。 是十方世界所有诸佛所不及的。 这光明照遍了东南西北上下十方, 像恒河沙一样多的佛国世界。 它头部的顶光可以照耀一、二、三、四游寻这么近的地方。 也可以照到百、千、万、亿游寻那么遥远。 而其他诸佛所发出的光明, 有的可以照耀到一、两个佛国之中, 或者照耀到百、千个佛国。 只有阿弥陀佛发出的光明, 才能普照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 诸佛光明照射的远近, 是根据他们前世求道时所力志向、 所得功德的大小不同来决定的。 到了他们成佛的时候, 得到相应的光明。 这是自然成就, 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阿弥陀佛所发出的光明是绝好的。 那光明胜过日月光明千亿万倍。 它是光明中最宗贵宏大。 在诸佛中也是一等一等。 所以那阿弥陀佛又名无量寿佛。 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碍光佛。 无碍光佛。 一号为智慧光佛。 常照光佛。 七净光佛。 欢喜光佛。 解脱光佛。 安影光佛。 超日月光佛。 超日月光佛以及不思议光佛。 这种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 这些世界中的众生有受到这些光明照耀。 所有贪、撑、吃、植物垢便得以彻底清除。 所有善根油然而生。 身意柔软。 如果有人在那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 这三图极苦之地。 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发出的光明。 所有苦难都会及时停止。 命中之后都得以解脱出来。 如果众生中有听到阿弥陀佛的光明、 魏神、功德。 又时时刻刻都在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 专心致志从不间断。 就可以随着他的意愿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寿命的长久,是难以说清、难以计算的。 阿弥陀佛的神通智慧通达一切。 阿弥陀佛的神通智慧通达一切。 在我的弟子中。 大木建帘是神通第一的。 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的星辰及众生的树木。 它能在一昼夜之间全部计算清楚。 如果十方世界中的众生都成为原觉 每一位原觉的寿命都是万亿岁 每一位的神通都像大木剑连一样 即使他们的寿命完结 竭尽全力 智力取尽 一同来推算阿弥陀佛国中的身文弟子之人数 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的 他们计算出的数目与实际的人数相比 还是千万分钟不及其一 好比大海浩瀚无边 假如取一根毫毛 将这根毫毛又分作一百份 用这微尘大小的一毛尘 来沾一滴海水 这一滴海水 与大海相比 谁多谁少呢 阿难 刚才我所说大木剑连以及所有原觉所计算出的阿弥陀佛国中众弟子的人数 就好像是那毛尘沾到的那一滴海水 他们还没有计算出来的数目就像是大海中的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以及在其极乐世界中的诸位菩萨 身文 天人的寿命长久以及数量多少 无是通过计算比喻等方法所能知道的 在那极乐世界中 有许多多的各类宝树 有的是纯黄金树 有的是纯白银树 有的是琉璃树 有的是水晶树 琥珀树 美玉树 玛瑙树 他们都是用一种宝物组合而成 不掺杂树 有的树是用两种 三种 七种宝物组合而成的 根金之干用这些宝物组成 花叶果实则用其他任何一种宝物形成 还有其他的宝树 是用黄金做根 白银做树干 琉璃做树枝 水晶做树梢 琥珀为叶 美玉为花 玛瑙为果 其他的宝树 也是用七宝形成的 只不过它们互为根干 枝叶 花果罢了 这些不同的宝树 各自按类排成行 晶晶相望 枝叶相向 花朵果实各占风姿 繁茂的妙色光明照耀 美不胜收 使人目不暇接 清净净 清凉微风 因时而发 风摇之夜 自然发出 微妙的乐章 五音相合 非常悦耳 这些宝树 在他的国土里 比比皆是 那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道场中的菩提树 树高达四百万里 树干粗壮 周长五千尤许 周长五千尤许 枝繁叶帽 向四面八方 延伸了二十万 这菩提树 都是由宇宙中 所有的宝物 自然生成的 那树上的花朵 与果实繁茂旺盛 好一片 星星相容的景象 那花与果实 还放大光明 设向四面八方 还有那五颜六色的 魔尼宝珠 相互串联 密密麻麻地 装点着那菩提树的 枝叶主干 金珠灵夺 以及真妙宝网 流放百千万的光明 彼此相照 互为庄严 焦香归映 那些各式各样的宝物 都发出 无量光明 照亮十方 那一切切的 庄严殊胜的景象 都根据 居住在那里的 人们意念 而变换 那树枝 那树枝随着微妙 清风的 徐徐浮来 发出无数 美妙的音乐之声 那身影 那身影传遍了许许多多的佛国世界 那音声清唱哀量 微妙和养 在十方世界的音声之中最为第一 如果有众生看见那伟岸微妙的菩提树 听到那菩提树发出的美妙之声 嗅到了那花果发出的香味 品尝了果实的滋味 被那发出的光彩照 想念那菩提树的无量功德 那众生 立即就会 六根心境 再也不会 有什么烦恼 与忧患 在成佛路上 再也不会退走 终成佛道 又因为 见到那菩提树的缘故 获得三种忍 第一是英祥忍 二是柔顺忍 三种是无声法忍 佛告诉阿难 极乐世界的花果树木 跟那无量众生一样 都能够广作佛事 这都是因为阿弥陀佛的 神威之力的缘故 本愿之力的缘故 满足愿故 明了坚固 究竟愿力的缘故 那阿弥陀佛的讲堂 经社 楼台 等一切建筑景观 也全是七宝 自然身化而成 又以白色的魔尼珠 交织缠绕在一起 美妙无比 其他诸位菩萨 所居住的宫殿 也是这样 在这些精美的 唐社楼官之中 有人在讲经 诵经 有人授经 听经 有人在那里 来回走动 读诵经文 有的休息禅定 在虚空之中的人 也大抵如此 有的 证得了 证得了虚陀还的果位 有的 证得了 斯陀汉果位 有的 证得了 阿那汉果位 有的 证得了 阿罗汉果位 有的 原来在成佛路上 有些徘徊的 现在也不再退转 那里的每个人 都在各自念道 说道 行道 莫不欢喜 在讲堂的左右两边 清泉池水纵横交流 他们的宽广深浅 都不仅相同 有的有十游巡 有的二十游巡 有的二十游巡 乃至百千游巡 乃至百千游巡 这么宽广的都有 乃至百千游巡 那水质占尽芬芳 具有 沉静 清冷 甘美 清软 潤泽 安可 除饥可 长阳猪根 等八种特性 那岸岸 膠绘 盖之覆盖 在那池水之上 发出的香气 美妙绝伦 无与伦毙 随着清风 散布本体的香气 沿着池水 留送瓜味的芬芳 прид林 schwer 起来 辧进行 萝卜 预minute 容开 达 昧 田 strokes 营 那 Lot 极乐世界里的的时候 一天日 周边都是由 雞 车渠、赤珠、玛瑙镶嵌而成,那池子里的水质地洁净,清净温凉,口感干美,轻柔纯软,滋润滑则,那水洒在身上,使人清凉适宜。 水质不止可以止渴,亦可致壁,喝了此水还可以增长善根。 池底铺满金沙,各色莲花五彩缤纷,静香开放在水面之上。 那里的众生在那水中,那水位会随着他的意愿升高或下降。 想要水腌制脚背,或者膝盖处,或者腰部,或者颈部,或者水位到头顶,或者要水温清凉些,或者温热些,或者要水流湍急些,或者缓慢些。 这些,这些都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 这池水开显神智,愉悦身心。 水质清澈干净,如同虚空,水清澈见底,仿佛无形。 池底的宝沙,无论多深,都映照了出来。 这些水面微波,安和的疑慢悬回,互相倾注。 流水中,演绎出无数清新悦耳的声音。 有些听到诵念佛、法、僧、僧三宝。 有些听到是演说到彼岸的声音。 有些是秉息寂静,进入至身禅定的声音。 有些是法界无声无灭的音声。 有些是讲述只有佛才具有的实力。 似无畏的声音。 有些是本性宫无、无作者。